大家看这个是我从4月份 一直到现在的一个 扦插的一个小成果 然后其中有关于一些扦插的 一些小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首先第一点就是用途 其实对于扦插来讲 用途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我4月份进行的一个扦插 但我用的土呢 是用的老花一家的那个0到10的土 因为0到10的土比较细 很容易就扦插 你就是随便捡一个小碎 然后就直接就插进去 就非常容易 但有一点呢 它真的不透气 它这个土质比较细 当你浇完水的时候 它完全都是呈现出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是满满的都是土 就是老花一说过一句话 叫做空气是最好的生根基 然后最能体现的就是这个休斯克尔内井 还有这个天涯球栏 我当时扦插的时候留的是比较短 然后用到这个土的话 它就是生根 然后稍稍慢一点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是用到老花一家的配方型泥碳土 它这个土字呢 就是比较颗粒比较多 你看上面的根系 就是完全呈现出来的状态 就是非常好 而且它长得就已经这么长了 这个品种呢 也是长得一个比较慢的一个冰糖球栏 你看从4月份到现在已经长出来 大概有10厘米的长度 其实空气真的是最好的生根剂 再说一下 另外呢 其实它们的环境 我也用到了生根液 就是我们家常卖的生根液 它其实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空气对这个生根来讲 还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跟大家说过 有一个99加1的存活率高的方法 然后就是我整理了就是这么一大盘子的土 然后把这一颗的放进去 它不是爱生气根吗 我就把它这样接触到土壤 充分的接触到土壤 它就慢慢的生根 但是我发现这种的生根方式 还是比较比较慢的 因为什么呢 然后我后来扣插完之后 它生了根之后 我就把这些全部剪掉 然后分支到这个底 分支到这个里面 它从4月份一直到现在 它才长出来一片叶子 哦不对 加一个小新芽 一个小新芽 从这时候开始长起来的话 就比较快一些了 有的呢 就会生的稍微快一点 你看 它其实长出来了一个新的侧芽 就生完根系之后 我就把它移植到在这里面 但是它需要从移植完了之后 再开始分化这个新的枝条 如果说你从开始就把它剪成一节 它从开始生根到发这个小新芽 它就开始已经孕育这个新芽了 但是如果说你从上面生完根之后再剪下来 然后呢再放到这个里面 它还要重新再分化这个新的芽垫 长成新的枝条 还是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慢的 好多话有说 那我可不可以用这个细的图 然后去摻拌一些颗粒增加它的透气性 那我这样既方便扦插又能方便我之后的生根呢 然后其实像对于我来讲呢 我就是想着用这个图 因为考虑到后期我们的一个发货问题 如果你用特别细的土壤 然后去摻拌更多的那些颗粒呢 然后虽然说是我们扦插比较方便 但是后期如果我们圆盆圆土给你们发的话 快递箱子里面全部都散了 那种土壤它根本就是扎不住根系 然后无法结成团 就是就像我这样一整盆拎出来 它无法形成一个就是完整的一个土壤 到时候你回去换盆也好 或者是定子也好都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们扦插稍微有一点难 但是回到你们手中呢 可能更方便一些 这个呢就是我刚刚就是头四五天的样子 然后就开始进行一个扦插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四五天之前扦插的 可能我们这边温度湿度比较高 所以你看用到老花仪加的配方形泥碳图 它就开始长出来这种小小的这种根系 其实扦插是一个让人心情愉悦的一个方式 享受生活的一个方式 然后你就看着一盆盆的花 然后每天都有不同的状态 然后呈现给你 是让我觉得心情比较好的 你们一回去也可以试一试 然后另外我们就是嵌插了更多的品种 换到一个比较小的盆子 等根系长满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做优惠哦 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 点一点小红星哦 拜拜 嗨 嘿嘿 嘿嘿